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我凡凡介绍美食时 今天去了哪? 去了佐敦 刚刚我坐970下车 因为970和地铁差不多 今天去吃什么呢? 吃小菜的 锅气很好 叫做二号厨房 那它呢 食物好像不错 现在一直直行 其实如果坐地铁 就在保宁街C2出口直行 到上海街转油 这样就看到了 当然我坐970就反转了 我现在就在佐敦道 去了上海街转油 再直行 方向完全是两回事 即是两个方向来的 那我现在呢 就在这儿先走 不说着 直去呢 很快就到的了 那我今天呢 就设了位 设了7点钟 其实现在呢 18点56分的了 到很接近7点钟 人多不多 我不知道啊 还有这儿呢 这儿呢 行楼梯 所以都比较麻烦 如果行动不方便 或者坐轮椅呢 真的未必能上到去 那我都问一问 看看它这儿呢 其实是有没有电梯上到来的 如果有电梯呢 那就可以上到去 如果没有要行楼梯呢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就一路走下去了 现在呢 好了 其实到了惠康 再走个小小就已经是了 就是这家了 二号厨房 那我先上去吧 看看有什么东西 和人多不多 上到去再和大家慢慢谈 就是这儿了 好了 进来坐下了 这家二号厨房呢 里面也有很多送菜的 看到吗 全部都是一些大排档风味的东西 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叫 笋鱷鱼啊等等的东西 鸡煲啊那些 那我们也看看 叫什么呢 这里有很多东西 这个餐牌 哇 多数不升数啊 我们也不要说了 因为人真的很多 还有一个特别的 例如是椒炒蜆 辣酒煮花螺等等 那我们看看叫什么 一会再和大家慢慢谈 还有这里 雷沙库丸 冰镇鲍鱿 好了 一会再说 这个是蒜片牛柳粒 价钱68元 碟头来说 看起来很小 但告诉你 里面的东西绝对不少 牛柳粒很柔軟 牛肉是不是新鲜 我不敢说 应该都是一些雪藏牛 我估计它是买牛柳条 再把它切一粒 所以很简单的做法 但是这个牛柳条 也不会冰了很久 所以还是很软 吃下去不会有渣的感觉 吃下去不会有硬 又有渣 再加上 它加了些洋葱 和蒜片 和黑椒 它加的汁 不加太多 所以不需要推荐 奈何这个味道 就比较咸 可能调味的时候 加重手了些 不过它加洋葱 也挺好 为什么呢 洋葱大家知道 是有点甜味的 连洋葱吃 刚好 味道就平衡了 就不会觉得很咸 那这碟 你看看 我拨开给你看 你见不见到 说就说少 这碟 所以68元来说 它只是个器皿小 但是告诉你 里面材料 也不是很少 再加上 它加了一些 很少的美极 令到这碟菜的香味 和鲜味更加提升 所以这碟菜 真的很划算 和很好吃 这碟是蒜香 雜鱼仔 价钱108元 是属于粮菜小食 其中一行 拿到上桌的时候 客外一惊 哇 份量多到 我猜不到108元 它会给了10条 大小不一的鱼仔 虽然看上去的买相 我就不知道 它是什么鱼仔 但是 我估计是池鱼 因为看鱼皮的颜色 肚子呈现很雪白 而背部 它呈现了 金黄得来 透现了些银灰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 最初我看见 菜牌 它是酸香雜鱼仔 其实很喜欢吃雜鱼的 包括香煎雜鱼 或者雜鱼煲等等 但是我猜不到 蒜香的意思 它不是煮出来的 它是炸出来的 適合我河车 我就是想吃炸鱼仔 就是香煎的效果 这里做得非常优秀 我很怕吃池鱼的 平时如果家里煎鱼 或煮池鱼 我都很怕 为什么呢 它很多鱼 是很小块 还要凌凌 好像有沙甸鱼 那种海鲜的腥味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我比较怕吃池鱼 但是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炸得很够透 连头都可以当它多春鱼 吃完落肚 脆薄薄 还要连骨也是脆的 刚才老公也吃了一半 好不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够湿润 猜不到鱼里面是这么湿润的 真是猜不到 脆口的感觉 它也很享受 刚才吃到它很爽爽 刚巧我们叫了另一个菜 也有这个效果 它刚才在比拼两个小菜 看看哪个脆口 最后它灑了一堆炸蒜 再拌匀了 很突出那些炸蒜的香味 而且它配上了我最喜欢吃的洁汁 好像在吃春卷一模一样 哇 十条 真是慢慢享受 今次吃到那么满意的鱼 真是很享受 但是唯一它叫鱼 我希望它多于一种鱼 但是现在看上去的买相 就像是全部都是同一种鱼 接着说说这个上汤海虾煎米粉底 价值188元 哇 这个煎米粉 真的完全告诉你们 确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婆第一个吃了 她就说很棒 我就想着一样的 我不是那么喜欢吃米粉 我现在改观了 对米粉的质地 是可以这样做的 是很好吃的 这个米粉 首先它说是煎 不是煎的 是炸的 但是很薄身 好像虾片那样 哇 咬了 真是咬了 这个真的值得推介大家来试一下 就算虾不好吃 米粉也很好吃 大家听不听到吗 嗦嗦声 嚇死你 至于虾 大大小小都有六只 不过全部都是雪藏虾 大家可以看到 虾的 看不看 真的 立即变虾又可以 这个虾 虽然它是雪虾 但是肉很紮实 还有一些鲜味留在 不至于全部什么味道都没有 最后就讲讲上汤 上汤来说 它就下了葱 蒜蓉 鸡汤 做这个上汤 它这个味道做得很好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师傅跟我说 上汤是什么都没有 你们懂不懂 那个师傅好像没有留言 已经很久了 我就说不如这样吧 你让我去你那里试一下 他又不敢 他又说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你真的不要告诉我 你千万不要跟我说 因为你告诉我 我也不会去你那里吃 因为你是不懂 说真的那句 你说没有材料在里面的上汤 那我不如买盒鸡汤 还需要找你去做 我自己也会做 有时候说话 原来你是一个师傅 你可能是这个 电灯师傅 我相信你说的电灯师傅 你是煮食的厨师 我就不相信 另外这个汁 当然不够你蘸米粉 对吧 我给你看看 他另外给我们多汁 看到吗 这汁就是给你要来蘸米粉 你说多好 他好像和吃锅巴没什么分别 其实他都很窩心 想着这个汁不够你蘸米粉 所以他给你多汁 多好 188元不贵 虽然虾是雪藏 但是也不差 这碟是豆豉凉鱼凉瓜 价钱78元 哇 居然老公今晚让我 他不吃凉瓜 他说可以叫凉瓜 他说最多他不吃那么多 就可以吃多些豆豉鲫鱼 那今天呢 其实豆豉鲫鱼 份量真的下得好多 你看这些豆豉 不是孤孤寒寒 比得三五七粒 这里眨眼看上去都超过二十粒 另外只是鲫鱼方面 它都是一块一块一块肉 放下去 除了豆豉鲫鱼本身的香味 它还放了干葱 和红椒丝一起炒 哇 非常之惹味 虽然那个惹味程度 都蓋不过凉瓜那种苦味 但是 我非常之满意 因为他煮凉瓜的程度 適合我心碎 他不是煮到淋了 煤了 一煤就难那种 是还要有少少赵头 还有呢 我估计这个凉瓜 真的类似雷公作那种 哇 苦味很浓郁 就算他加了糖 或者少少淡盐水去浸煮过 但是 那个凉瓜那种甘味 都去掉不完 所以 现在吃起上来 除了有鸟头的香味 豆豉鲫鱼的香味 但是 凉瓜的味 都仍然很突出 我估今晚老公 最多帮我喊耳气 吃三片 其他一些 都要我KO 正合我心意 因为今晚吃了很多 好热气的菜式 吃一些清热的凉瓜 那就刚好 这个是瑶柱海王粟米羹 其实我们想喊龙汤鱼煮至398 而这个羹只是88 那我们就心想 我们平时吃粟米鱼肚 没有鱼肚 会不会差一点呢 想想想 我们喊这么多小菜 都不好了 尝尝瑶柱海王粟米羹 猜不到 这个粟米羹很棒 第一 一不第一扣上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虾在里面 这些是一些叫做急冻虾 不可以说是新鲜虾 但是咬下去很爽口 很有鲜味 至于瑶柱 我就真的拔不住 这里不是拔不住 是拔不住给你看 大家看看右下角幅相 我已经刚才拔了 拍了照给大家看 因为它真的拔开了一丝丝 而且跟那些粟米很接近的色 所以很难找到给你们看 当然老婆现在又说找到一条 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看 放在羹里 看看 这里 它因为全部拔开了一丝丝 所以比较难看 但是是有的 至于蛋花它推得很好 蛋花很滑 这个是蛋白 也不要说是蛋花 你看看蛋白 滑嘟嘟 挺正 粟米粒 很甜 所以这个汤 再加上 你看看它推的蜆 推得很好 现在这么久还没卸水 还没说变回水壮 现在还是稠稠的 它应该是用生粉的 所以推出来也不差 这个88元很值得 因为刚才来的时候很大碗 是大大碗拿出来捧着出来 你说多夸张 88元值得 再加上它有胡椒粉给我们 见不见 胡椒粉 这个又是有一个笑话 试园去黄角 有一间店 是一些古式的调味料地方 你跟他说 我想要胡椒粉 他说没有 胡椒粉 没有胡椒粉? 那你是什么? 我都是古月粉 不是胡椒粉 我就想问 古月粉和胡椒粉有什么分别? 有些人是很过分执着 古月粉和胡椒粉都要咬一会 你说没有 那便没有 对不对? 你说古月粉便是古月粉 不用这样的 有时的东西 是否真的要用古代的说话方法呢? 现在还坐船去泰国吗? 不要玩 当然是坐飞机 有些人 吃股不化 真的吃股不化 无可口非 它的胡椒粉是真的好吃的 不过如果这样的态度 我想 你找人帮衬不难的 有多少人帮衬 自己想想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 在泰国买的胡椒粉都很好吃 包括我的手指公牌 我都经常买的手标牌 很好吃 五岁的这个 认真不差 很好吃 就算这个羹 到这一刻 还是很好吃的 值得推荐 这一锅是姜葱枝竹鱼韵煲 价钱98元 其实刚才 还没叫菜之前 就挣扎过 究竟叫沙窝鱼头煲好 还是叫姜葱枝竹鱼韵煲好 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菜想叫 就是油炮笋鱼鱼 不过见之前又叫了杂鱼 又叫了上汤海虾煎米粉底 看到样样东西都好像挺热气 所以就放弃了笋鱼鱼 其次 沙窝鱼头煲好似贵了些 因为我猜它是用海鱼的关系 就168元 而这个姜葱枝竹鱼韵煲 只是98元 我都想试一下它的功夫 做这个姜葱枝竹鱼韵煲 会不会有我上次 刚刚炆笋鱼等次的感觉 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这个姜葱枝竹鱼韵煲真的很好吃 第一 它的料头一点都不沽寒 葱的比例更加厉害 比姜多很多 但是姜也不弱 其实我都吃了一两片 但是现在随手都夹到姜片出来 真的好香好香的姜葱味 因为它走油 爆过才做这个 枝竹鱼韵 枝竹是炸枝竹来的 吸收了鱼韵的汁醬 另外鱼韵方面 它是泡了粉 都是拿去走油 哇 那个鱼韵的软滑度 和调校的味道 刚刚好 咬下去 外脆来软 好软滑 还要很多汁 一点腥味都没有 还要只是数件数 我想它整整一个大鱼头 全都给了我 收九十八元 真的很值得 因为拿到上桌的时候 那段小段片 都拍到给你看 是热辣辣 烟蹦蹦 老公随即就试了第一个鱼韵 好不好吃 哇很好吃 真的 它虽然走油 就走得比较干 应该是泡了少少粉去走 它因为都不想走得烂了 所以可能我刚刚吃那块 就比较干一点 但我见到老婆夹的那些 好像比较濕潤一点 另外枝竹真的很好吃 还有如果有去街市买过菜 就知道最近那些鱼韵 都买得很贵 如果不是算雪藏的话 它真的收来最少最少 都50元以上 如果轻轻大过一些 分分钟买100元 都没顶 那这个也是中庭体积的鱼韵 吃起上来 有鱼的鲜味 没有雪味不特止 还要煮的效果很好 那你问我多不多油呢 煲底也有些泡油光的 但是因为这道菜 大部分都是酒油 还有用姜葱 加上油再回锅爆香去 所以怎样都会有些油的 吃起上来 又不觉得太油利 因为枝竹可以将大部分油 都吸上身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姜葱之竹鱼韵煲 都十分理想 是值得一赞 好 来个美人照镜 嘟 东西都吃完了 你看看 接着就讲讲最后总食品 还有一块淋了 不吃了 这间二号厨房 我感觉它不要叫二号 叫一号厨房 这东西真的很好吃 我现在捧着肚子 但是呢 依然觉得仍是咧咧咧咧 差一点点 今天的食物 是唯一一个虾 我觉得它因为不是用新鲜虾 用雪藏虾 但是雪藏虾 质素也是很高的 其余更加不用说 那份雜鱼 你看看 暂时想像一张碟也咧了 你看看吗 吃得多干净 嘩 吃到我现在 胃子 嘩嘩 吃到捧着肚子走 真的很开心 熟米汤 猜都猜不到 它不是用鱼肚 用粟米 海黄瑶柱 它带出鲜味 很好吃 鱼韵煲 鱼韵煲 鱼竹又不是软 一片一片一片 这里冷气就差点了 可能我们坐了一下 去鱼鱼鱼鱼鱼 变成为人多 没办法 我們要坐在鎖鎖鎖位 但現在人們都離開了 立即量送多少 冷氣吹過來 馬上差很遠 剛才你知道我們抹汗的吃東西嗎 因為剛才人多 老婆還拿著眾生機出來 你看看 見不見 所以剛才不是開玩笑 現在老婆還拿著眾生機在吹 這道菜是不差的 而且位置不是太多 桌子不是太多 但現在沒有人多了 為甚麼 9時2時 7時上來 我們吃到9時2時 2時多 其實它說時間可以坐150分鐘 我們150分鐘未夠 說了一句 150分鐘夠了 我們拍片甚麼都夠了 所以如果拍片也好 不拍片也好 坐在這吃東西是很夠時間的 這道菜值得我再上來試其他東西 因為它的廚房的功格很好 鍋氣很夠 所有食物都不差 真的值得再試 而且碟湯很大 這道菜雖然我們今天有6碟 但已經很夠了 告訴你我下午吃了沒多久 你知道嗎 我一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乘地鐵回來 接著就乘車出來這裡吃 如果你看完我第一條片 這條片我大概是接著來吃的 可想而知你說 我們依然吃得下這麼多食物 你可想知道這裡的食物多好 其餘的讓我老婆說說 嘩 今天吃了很多很多熱氣的食物 但都願意吃 為甚麼 就是因為煮得好 好成怎樣 味道也好 脆口度也好 吃下去都不覺得很油膩 而且不會覺得很滑 很飽肚那種 整體上熱騰騰 真的非常好吃 尤其是瑤柱海王粟米羹 嘩 我未見過老公 不願一學又一學 不願一學又一學 接著這樣喝 他未停過 喝了4碗 好誇張 而且他喝到熱騰騰 他都繼續不離喝 可想而知多好喝 另外他每樣魚 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酸香雜魚仔 真的吃到我們 滾滾樂道 還要是 最後叫薑蔥枝竹魚韻煲 嘩 原來撲了粉的魚韻 都可以做得這麼好吃 遮不住它的鮮味 雖然是有少許油膩感 但是 枝竹 調味方面 還有魚韻很匹配 非常好吃 薑蔥又落得多 野味得來 還要夠火候 嘩 簡直 幸好我們今天 沒有叫過秘製紅燒肉 還有拔絲咕嚕肉 我想飽到 不懂得走 幸好我們今天點了 蒜片牛柳粒 比較小碟一點 所以配合起 其他都是海鮮類 就容易點KO 吃東西 新鮮吃 就更加滋味 如果拿走 真的會輕輕減弱了 味道 或者口感一點 所以如果即場吃完 就最滿足 今天這裡真的做得到 而且本身這裡 價錢取價公道 又不是太貴 給的份量多 還要招呼都OK 因為店員不太多 但是也招呼得很熱情 還有這裡 最欣賞除了菜式之外 就是它那壺茶 也很大煲 拍給你看看 嘩 你看看 我們喝了兩壺 你可想而知 其實它的茶 都令我們很滿意 因為平時我們通常來這些吃晚飯菜式的地方 都會點啤酒汽水 雖然今天這裡 喝完那個 瑤柱海王粟米羹都很熱 但是那杯茶也很好喝 所以我們喝了兩大壺 都沒有點到其他汽水 啤酒之類 這裡真的非常享受 值得來再試 我看到最多人點 除了小菜類之外 就是那些一盤一盤的烤魚 其實有很多款式的 我看見我們一上來 差一點點 就是搭正7點 但是沙巴龍躉的烤魚 早就已經受慶了 可想而知 多受歡迎 其實有幾台都想再點 不過沙巴龍躉已經沒有了 你們可以選擇其他魚的 這樣說 所以我也有興趣來試一下烤魚 我今天吃得很滿足 很飽頭 很開心 雙隔只不過是一個小時鬆一點 我們就吃第二餐 吃得那麼滿足也很難得 幸好今天是端午節公眾假期 兩餐都吃得很開心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今天這餐就吃了691元 也不算很貴的 其實你問我 很好吃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碟頭很大 其實說真的那句 剛才旁邊的六個人都吃五個菜 我們兩個人都吃六個菜 你說真的 是不是有一點點餐 但是東西真的很棒 不差 這裡沒有升降機上來的了 要走樓梯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而且這裡我很欣賞的廚師煮菜 你看得到的 人多的時候 不會焗死某一台 煮光給某一台 然後第二台就不停等 它不是的 我看到煮兩碟 我們這裡 煮兩碟那裡 煮兩碟那裡 它會很懂得分配食物 等台台也有些食物 就不要說 嘩 一滾滾到一台 另一台就等到傻子 它不是的 這件事是做得很好 很懂得如何知道外面食客的情況 去分配食物 煮哪樣給哪台 煮哪樣給那台 這件事我好欣賞 連廚房也做得這麼好 所以這裡真的不差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難得食市道這麼低迷 這裡也做得這麼好 真是值得來一試 下次找個下一間介紹給你 拜拜 發生 可以嗎?